中央所周知,英基-62反舰导弹是中国的反舰利器,具有射程远、命中精度高、突防能力强、毁上威力大等特点,可装载于机动车辆或水面舰船,具有初段跃上和航路规划功能,可用于打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及编队。 近日国外媒体的一则报道,更惊起了广大军事爱好者的兴趣。 报道显示,这款大名鼎鼎的反舰武器可能已经出口到了中国邻国巴基斯坦。 据巴基斯坦国防部4月10日通报,巴基斯坦海军4月9日向阿拉伯海方向试射了一枚新型扎布案件导弹,准确命中预定把镖。 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扎考拉上将参加了发布会,他为投入这种扎布案件导弹的具体细节。 指示称,在测试结果后,巴海军已经决定裂装该型导弹,并称该型导弹将融入巴基斯坦现有的海岸防御体系,提高巴基斯坦的区域拒止能力,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西方观察家认为,从为该导弹划定的试射范围来看,这是一种远程暗基导弹系统,最有可能的是中国C-602暗箭导弹系统,或者是采用该系统技术的巴基斯坦自研型号。 中国C-602反尽导弹是中国海军装备的英机-62反尽导弹的出口外貌型,在2014年珠海国际航展上已经对外展示。 据了解,C-602导弹由航天空空集团研制,该弹最大射程280千米,配备300千克的半穿甲战斗布,命中一发即可重创,5000吨级驱逐舰。 该弹的外形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非常类似,弹体中部有可向后折叠的一字形弹翼,进吸道位置是导弹腹部,之后是十字形纬弹, 导弹采用涡喷发动机,飞行速度约为0.6至0.8马赫,根据外媒猜测,该弹520毫米弹性的巨大弹体可以携带比基802导弹,更精密的雷达,更大的战斗部,更多的飞行人料等,以实现对远海大型目标的精确打击。 近年来,印度和俄罗斯合作研制的波拉摩斯超音速反击导弹给巴基斯坦很大的压力,波拉摩斯导弹也有暗机型号,根据印度有的巴基斯坦尽量也要有的原则,这次是说猎装扎布暗机导弹很可能就是对波拉摩斯导弹的有利回应。 另外,虽然C602导弹还能作为舰载导弹装备道水面舰艇上,但目前巴基斯坦海军尚无可以搭载这种沉重导弹的大型水面舰艇,因此扎布导弹上舰还有待时日。